不知道 其實今天是收穫很多啦 不過我最大的一個感想就是說 現在齁跟之前齁 因為我為了要用這個產品 在澳洲我就自己開車到好幾公里去買那個 不好意思 比利姐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紹一下你是誰 你自我介紹一下 對對對 謝謝 我姓湯齁 湯南華的湯 名叫比利 比糖比美烈利 我當時在台灣的時候 然後就是 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因為去逛夜市 逛夜市 然後就一個偶然的機會 就是跟那個蘇老師認識 可是我那個第一天 因為我要 我的孩子還在澳洲讀書 所以我要飛澳洲 那我都三個月來來去去這樣子 那認識了以後呢 因為我就跟他說 不行明天我要 我要 飛到國外去 他就說 沒關係啊 你到台灣回來的時候 我們再相聚 那我們就是 真的就換手機 那回來台灣就是自 我就如煙啊 就相聚 那見面的時候 大家在聊天 就很愉快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啊 他就是叫我 也是一樣 就是適用產品 那我這個人其實很free 就是我覺得說 我也不會排斥說什麼直銷 或是什麼 我覺得說 產品一定要用看 一個人的話 好的產品 他自己會講話 然後這樣就用 傻傻用了12年 而且我在台灣的話是 我只要我在台灣 我就喜歡去逛那個超市 然後我就會 我是 比較那個 就是很直覺的感覺 就是 我用什麼東西 我去挑會選這樣子 那所謂是 我有到澳洲 我就要委託 那個舒老師幫我 訂產品這樣子 那我在澳洲 我是想說 因為我澳洲 我也是有養那個 養寵物啦 因為我有一個波斯貓 他還蠻老的 那我就覺得說 家裡的環境 真的是要無毒嘛 所以我是因為 基於這樣的原因 我進入的產品 可是那時候澳洲 這一塊的話 他們 雖然我們這邊 其實有很多的產品 是用澳洲 譬如說我們茶樹 對不對 那其實我在澳洲 已經玩 玩這個鄉親的東西 已經玩了二十幾年了 而且我甚至到 很有心到大學 去選修這個課程 對 金融的課程 還有那個方向療法 還有 馬賽季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很怕死 因為我現在是數學老師 所以在台灣他很累的時候 他都會去 去一個旅療中心 去馬一馬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他就是 到卧林去那邊玩 我們那個有那個 海邊有那個 他就想要去買那個 Massage Oil 就是那個精油的 那個按摩油 後來他就過來想說 誒 不知道用過怎麼樣 不然你就去上課啊 然後你懂了那些知識啊 他說他怕死 他不敢用這樣子 後來用不用 其實我用的是 可是他沒有時間 他回來台灣用的時候 他用 他不會用花生 都是用草香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 我那時候 要 要進這個東西 我就是請我朋友 他是那個 貿易公司嘛 就是幫我進來 然後我們沒有在賣 就是 只是 火先生帶到那個 理療中心 然後跟人家分享這樣子 然後 這一塊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一年以後 我們把這個精油 介紹來台灣 其實是很好的東西 其實對我們台灣 因為我在 因為我精油 一直很深入的時候 我用得更謹慎 要更謹慎 那 我就覺得我們台灣很勇敢 因為我們買東西 很多地攤貨 那個其實 英文講 那個其實是chemistry 那個其實不是真的精油 這個精油 是純植物嘛 那很多他都是 他只是一個香精而已 就是 他有味道 可是他沒有療效 其實你要有療效 其實要真的有純植物的才好 真的有療效 那我就覺得 我們台灣其實也不錯 越來越進步 然後有這一塊這樣子 然後 用了12年 我之前 我是一直跟蘇老師講說 我其實 不太適合做 因為我那時候在教書 我也沒有時間去經營 所以我這樣 其實我打擾一下 剛剛西蘭玉在今天的 講今天的 是不是 不是講你的 真的 好 不是 因為我為什麼引發這個東西 就是說 那今天那兩個 從大陸來的朋友 他跟我們分享說 他們也是這樣子 從零開始做起 然後剛開始都是這樣子 也是 一家包 一家裡這樣做 那我就忽然間 為什麼我會講這對 就是說 因為以前我12年前 要在澳洲用 MENALUKA的產品的時候 我也是開到很遠路 那我現在為什麼 會講這個 就是說 以前的環境 跟現在不一樣 因為以前的話 它International 它是沒有連線的 所以我要講這一塊 就是說 我雖然在澳洲 我要用這一塊的時候 我想說 我已經是白金卡 白金卡 我用那個VIV的那個卡片給他 他用英文跟我說 因為我會講英文 他會講說 不可以不可以 為什麼 他說台灣跟我們這邊是沒有連線 所以我在公園裡面的產品 沒有回饋 也沒有獎金 那我說沒關係 我用沒關係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用的時候 現在其實 不管是OVERSEAT 其實我們如果有朋友在海外 要做這一塊 其實是比以前 方便多了 那我就是說 這次我回來的時候 蘇老師跟我講說 就是來了解一下的時候 因為我也是想要做這一塊 因為我畢竟我孩子在那邊 以後我可能退休 我也會去那一塊 那邊有很多的朋友 那我覺得很好啊 連線這樣有什麼不好彎啊 這也是一個很好 就是為自己也能夠一個 一個 也是我們的 貴窮的生活 也是可以做一個 一個搭配 啊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也是鼓勵大家 就是以前我們很愛用這個產品 可是沒有連線的時候 我們就是沒有這塊的界線 那現在 既然這些大陸朋友來講 這個我覺得也是很好 所以蘇老師跟我講 欸你也是很多大陸的 我們有很多台商的朋友 在那邊 生意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也有考慮到這一塊 是介紹他們的工作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